我爸爸23號起床後覺得不舒服 有一點肌肉酸痛、黃小微焦等病症 所以就自己去病毒檢查 然後到下午5時去到門診 我醫生診療後就懷疑爸爸已經中了焦 立即安排他去醫院做快速病毒測試 在當晚大概10時多就知道他初步確診了 自從知道爸爸初步確診之後 我們每天都有打去防護中心 問什麼時候可以入院物質隔離 但是答覆大多數都只是回答我們 不好意思我們太多個案處理中 在地內心疹後 如果情況惡化的話就叫他車 有時都會在地留下資料 會幫我們跟進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聲音 所以我覺得是靠自己自律留在家裡 我覺得都明白現在公立醫院床位緊張 醫護都很辛苦 但我覺得當局勢都應該派人通知我們 告訴我們下一步應該怎樣做 其實我們知道爸爸初步確診之後 其實我們都收拾東西 準備好去醫生隔離 但他們一直都沒有聯絡我們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我會覺得比較無奈 看到很多情況穩定的話 我們都會乖乖地在家裡等 但萬一爸爸的情況有麻煩的時候 我們始終都是要叫白車 因為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如果不是可以怎樣 一直等著衛生署的安排 和一邊先吃中藥治救主 和合診者一同在家隔離 我們的精神壓力和心理壓力都很大 都希望可以快點安排到隔離 和做病毒測試 求個安心 我們從確診到現在 都好像 除了自己去找政府 政府就好像沒有理過我們 而且再加上看新聞 現在有超過一百個確診者 在等入院 我覺得政府如果不合照安排 這些確診人士入院 和追蹤他們的緊密接觸者 去隔離的話 就好像在放一個個計時炸彈 在社區裡面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 但一爆就會好像 整個雪口這樣滾下去 所以我覺得政府 可不可以不要等到 解決不了問題的時候 才開始想怎樣做事 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 從新,疫情可能會被改善 無敵未來 除富社會